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每周一次的这个时代漫谈的话语节目 今天是2023年的11月19号 我是澳洲雪梨的张晓刚 今天节目还是由我来主持 首先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各位嘉宾 这个第一位呢是台湾政治大学的李友谈教授李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然后是这个也是大陆中国大陆背景的学者 现在在澳洲雪梨科技大学任教的冯成义教授 冯老师 大家好 然后是这个台湾中央大学和淡江大学的这个曾卷阳教授 曾老师 大家好 接着呢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主持人 也是台湾的资深媒体人士苏世英老师 苏老师你好 这个苏大姐会桶话筒打开了吗 行 那不管了 这个我们接下来啊 过去一周的这个新闻众多 那么我们挑了几个简要的这个题下 首先呢是这个 APEC会议呢在美国军军山召开 那么习近平借此机会呢 进行了这个六年来的第一次访美 那这里边有个视频 我把蓝小子放 是放不上来 不知道为什么啊 就是习近平的车呢 就朝着那个美方迎接的那个军事的脚上压过去 就是这个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那么这个习近平在此会议期间呢 跟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长时间的私下会议 双方都称呢这个富有成效 但是显然呢 分歧依旧啊 那按照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形容式呢 形容说是呢 在熊猫而不是芯片媒体上达成了协议 就是说中方同意向美方的提供熊猫 而美方并未在芯片禁运的这个上面的松口 那么另一个进展呢 是中共呢 同意恢复中美军方的接触沟通 那么同时呢 习近平也表示了 没有在2027年或者是2035年武力攻台的计划 这个他们也听见就说了 那么还有很多的这个美国高科技公司啊 金融公司啊 等大企业参加和资助的呢 迎接习近平的晚宴 但同时呢 又对习近平拍寻谱保证说 中国这个经营投资环境 充满了怀疑 那么美国官方呢 就说就这个表示这个中美关系呢 是要管控这个风险 将近风险防范冲突 和不谋性脱钩的这个竞争关系 中美是个竞争关系 而中共呢 则明确表示反对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而主张呢 用合作共赢来形容 那么至少给我的感觉呢 流入出这个基于有求于美国的这种态度 那实际上在中国国内的很多网友 都纷纷表示说 在国内已经明显感觉到 这个官方的宣传口径 和这个网络控制的这种口径 都进入了就是暂停返美 这个禁止迫害 破坏中美关系的这么一个周期 一会儿这个周 这个单日返美 这个双日这个友好的 这种反复 那么有趣的是呢 拜登在这头呢 跟这个习近平会面 刚刚过 那一端呢 就在公开场合 称的习近平是独裁者 不论他这个是否 失言都显而易见 反映拜登的这个真情 这个真情的这种透露 那么习近平对此呢 也没有见到什么发作 那么除了拜登会之外呢 习近平还与日本的首相 这个安田文雄 举行了私谈 那么就辅导处理这个 处理过的这个 核污水排放和水产 这个问题 达成了举行专家级会谈 协商解决的这种协议 那么显然的是要在前段时间 这个中国国内在这个问题上 掀起这种反日宣传呢 划上一个等号 划上一个句号 与此同时呢 这个大批的异议人士 民运人士 这个受压迫的这些族群 藏人的维吾尔人的等等 人权人士 会议在旧金山 对习近平的进行抗议 其中呢 这个这个期间呢 与这个亲共人士之间 发生了多场的冲突 包括肢体冲突 那么待会呢 我也请请这个各位嘉宾 对习近平这次访美的得失 与分析评说 那么在台湾方面呢 这个11月15号星期三 突然爆出消息 说经过马英九出面 那么拉这个国民党 这个总统候选人 侯晓宜 这个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 这个民众党 总统候选人 这个柯文哲一起私下密谈 之后宣布呢 达成协议 实现这个蓝白河 实现这个蓝白河 那么包括这个 这个盛选就共组 联合政府 以及呢 这个 根据11月7号到17号的民调数据来决定次序 这个搭档 竞选总统 那么如果是 侯科配的民调呢 不低于 柯侯配三个百分点 那么就取这个 侯科配 否则呢 就取柯侯配 那么经济民调决定搭档次序 本来是柯文哲最先公开提出的 那么这次出人意料 突然由这个马英九出面 缩合达成协议 但是又要呢 柯文哲让 和侯友以三个百分点 这里面的内幕呢 就是令人这个猜疑 特别是在这个 协议公布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 柯文哲看上去面如死灰 与这个国民党一方三人的灿烂笑容 先迎来的鲜明对比 以至于呢 舆论 这个媒体舆论有猜测 说会不会 柯文哲有什么把柄 被对方拿捏着 会不会这个 这个绿营与这个 这个绿营与这个蓝白对决 实际上成了绿营与这个红营对决了 这等等 当然这柯文哲呢 对这个猜测的也非常的这个恼火 这个发言 放言说呢 从现在起 谁再这么说 我就告谁诽谤 当然我这里也只是转述 这个新闻媒体上出现了猜的说法 并非说我们这里就提出了这个说法 或者采信了说法 那么各位嘉宾也不必重复这个说法 那么不过现在事实 这个事情又有了反转 那么昨天对民调的分影出来了 说是按照三个百分点来划线的话呢 那么六项民调有五项指向 就这个柯侯配 那么一个指向呢 这个侯科配 但国民党方面的认为呢 这个民调这个本身的统计误差 就是政府这个三个百分点 那么柯文哲让侯友宜三个百分点 那么还是在统计误差的 这3%上再加三个百分点 那么如果这样计算的话呢 就是六个民调中的指向 这个侯科配的和科侯配的 都各有三个 那么这下两双方好像又闹僵了 柯文哲声称的 要是让我六个百分点的话 那就这个 他就不干了 那么不知道各位嘉宾呢 怎么看待这个蓝白河这个前景 那么请各位等一下呢 进行分析评说 那么在华人圈呢 还有一个备受关注的新闻呢 就是缅北 就是在经过这个 国这个国感不同的地方武装之间的 多日的冲突之后呢 也是11月15号星期三 缅甸军方呢 捣毁了这个缅北最大的电讯 这个诈骗集团 其首脑呢 明学昌自杀身亡 明学昌的子女呢 被捕并与其他的这个 电讯诈骗人一同被移交给中国 那么此外呢 还有消息说 当地的四大家族自首 原这个国感资助区主席 白锁城的多个子女 也因为逃离时的 称呼的执政飞机 被击落而身亡 那么这些消息出来之后呢 中国大陆很多网友都非常诧异的 这个发现呢 在中共官方所发布的通缉令 这个通缉令 逮捕令里边呢 这个明学昌的子女和孙辈呢 有很多的户籍是在中国大陆的 其实呢 不管是明学昌也好 包括这个白锁城在内的国感 四大家族也好 还是这次呢 去攻打他们的这个国感 民族民主同盟军也好 其实呢 都是原来缅共 这个缅甸共产党 东北军区的成员 他们都是一伙的 原来是 然后呢 这个曾经得到中共的扶持和庇护 这个他们闹不清楚的时候 他们就跑中国去躲避 那么此外周围的好多的割据武装 如这个什么瓦邦联合军 这个善邦东部民族民 这个民族民主同盟军 这个北善邦这个军 还有这什么克新新民主军等等 前身其实都是这个缅共的军队 中国一方面在外交上的公开支持和扶植 这个缅甸军政府 一方面又在这个中缅边境呢 支持和庇护这些割据的武装两多通知 那么其他有些很多官员呢 可能也跟这些割据武装合作 收到了不少呢 从这个毒品经营也好 这个军 这个电讯诈骗也好 这种赚取的钱财的好处 那么直到最终呢 中国民众遭到这种反噬 已经指望不住火了 才不得不对自己曾经 这个换养的这些打手出手 那么另外在国际新闻方面呢 就是占据头条的主要还是 这个以哈战争 那么现在以色列呢 已经这个控制了这个加沙城 加沙市的西部 并且现在在发传单的呼吁这个 加沙南部四个城市 四个被哈马斯控制的这个城镇呢 居民呢要尽快离开 就可能他们也对内 要举行这个进入活动 那么另外呢 联合国安理会议12比0 通过了要求以色列停火的决议 三票弃权 其中除了英美之外呢 弃权的还有俄罗斯 这额外引人注目 此外还有消息说呢 美国正要通过卡塔尔安排 这个以哈谈判 通过这个释放 这个妇女儿童人质 来换取呢五天的停火 不过这方面努力 可能还在进行中 现在还没有这个最后结果 那么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呢 拜登在记者面前谈到过此时 说哎呀 我说的这个有点太多了 我就说到为止了 这个 那么这个 这个今天的主要的西门综述 就说到这里 那么有请各位嘉宾呢 就自己感兴趣的 有话要说的话题呢 这个发表看法 那么我们先请这个 李耀潭老师 这个您来谈一谈 非常谢谢 小刚兄 整理的这么详细的 十字新闻 那每个礼拜呢 事实上现在 大变动的时代 都有非常多的新闻 值得分析 那这一次呢 当然还是以 APEC前面拜习会 是重中之重 拜习会的重中之重里面 从台湾的角度来讲 或者国际 大部分 都很多人会关心到 台湾的议题 我不觉得台湾是问题的 应该是台湾是一种议题啦 那么这一次呢 美国总统 非常明确的提到 要中共不要干涉 台湾的大选 这是不得了的大事情 我相信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具体的 一个要求 中共不要干涉 台湾的大选 那么当有人问到 爱登说 如何维护台湾和平的时候 他说 美国长期以来的立场 是决心维护和平跟稳定 然后习近平怎么回答 他说和平好是好的 但是在某个时间点 我们需要朝更整体的解决问题迈进 这句话让我 一个礼拜来的 让我最在乎的就这句话 他说和平是好的 因为美国要求两岸 一定要和平解决 拜登说 他们从未改变的政策 就是一个中国政策 一个中国政策 跟一个中国原则是不一样的 一个中国原则 已经认定 台湾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就是中共认为 1949年中华民国已经结束 台湾是属于中国的 那中国就是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一个中国政策 不是这样的 一个中国政策是 他认知到两岸的人民 而且这是1971年的时候认知 两岸的人民都认为是中国人 然后要和平解决 然后要尊重人民的意志 所以美国关系法 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是全整个美国用立法 法律来保障台湾的安全 美国虽然跟台湾没有邦交关系 但是美国从来没有 对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 采取这么大的承诺 说他要维护台湾的和平安全 而且还要均受给台湾 所以这个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立论总统 没有人敢违背 因为那是法律 否则你是违背国会制定的法律 然后这个情况之下 拜登这次还有一点就是 中共当然更期待拜登提出来 还是跟以前一样 从来没有公开讲说反对台独 至少要讲说不支持台独 但是拜登总统这次 并没有去回应这件事情 反而后来他在记者问他的时候 又直接讲出来 人家问他说 你是不是还认为 习近平是独裁者 拜登回答是 是 他是独裁者 就这个意思 这个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 拜登他上任以来 让我刮目相看的就是 我们不能小看 一个 外交老将 也就是说他长期 从事外交工作 包括他担任副总统 包括他担任国会议员期间 然后或者是政府主政期间 这个他是对外交方面 然后琢磨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这样一个人 在跟习近平交手过程中 我这次觉得美国并没有失分 对台湾的立场来讲的话 新主席讲说 2027 2035攻打台湾 他说从来没有人跟他讨论这个事情 有人认为台湾可以松一口气 那有人认为台湾不能掉以轻心 那中共承诺过了多少事情 他哪说遵守 他当时说南海不会建岛礁 马上建了岛礁 那更长远的就是 邓小平讲说香港50年不变 习近平就让他变化了 所以不管中共做多少的承诺 或公开讲什么 我们不可能 台湾人民不可能相信 中共会和平对待台湾 但是呢 习近平他当然不希望说 一定要动到武力 如果他可以 不占了屈人之兵 打台湾不如买台湾 买台湾不如骗台湾 骗台湾不如下台湾 终极目的就是拿下台湾 而且习近平也非常明确的表达 非统一不可 所以他还是有卵中代应的表达 他还是要强调 非统一不可 那什么是统一 那根本就兼并侵略 极权专制 要对一个享有宪政民主的制度 跟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一群人 的兼并群内 那么中共最强调自己的执政安全 共产党执政安全 等于习近平的政权安全 那他的绝对安全 是建立在别人的不安全上面 首当其冲的是中国人 包括海外的中国人 其次是香港 香港已经被他用国家安全网拿下来了 香港很多人已经逃到国外去了 第三个 一次第三个 台湾人当然觉得随时会受到他所谓的 他们期待要求绝对安全对其他国家侵略 那么我们的生命 自有财产 在没办法安全确保之下 所可能会获得 所可能会受到的侵害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现在目前来讲 中共当然不可能 不介入台湾的选举 不要看他说什么 他不可能不介入 那么这样也不在任何情况之下 台湾的选举 我再次的说明 2024的选举 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 2016民进党国会构办以后 有用 转型正义条例 跟不当党产处理这样一个机制 来处理国民党党产 让国民党党产 没办法大量挥注到选举 事实上还是很多 你看他所谓蓝白盒 科文哲他现在传出来是说 选总统要100亿 你科文哲拿得出来吗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国民党还是用很多钱 益注在选举上面 但是呢 这个钱随时 因为现在转型正义 不让党产处理 还是半吊子 因为不让党产处理 那个处理委员会已经通过 哪些都不让党产 但是国民党提出抗告以后 那些财产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去动它 国民党不能动 但是呢 国家也没有办法把它拿回来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 当国民党不再拥有 庞大的党产以后 他是不是会给第三大党 有空间 这就是民众党起来 现在起来一个非常大的基础 就是国民党不再拥有党产的时候 如果他这些选举不再胜利 那么国民党是不是会产生 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那就是民众党有可能起来 但是偏偏这个时候 带领民众党的柯文哲 却是一个非常受到争议的人物 他是一个 从一个角度来讲 我看到台湾人很多这么说 我自己也认为这样 就是这种政治的人格 这方面 柯文哲是受到质疑的 他讲过的话 现在网路上一大堆 都用他讲过的话来打他 一大堆 包括他骂蓝绿的垃圾 那他现在要蓝白红 那是不是你要跟垃圾红 结合 所以柯文哲这一次 他们要从事所谓的民调的决定 总统候选人跟副总统候选人本身 就是一种嘲弄 什么嘲弄 媒体的嘲弄 不管合不合 从台湾一年来 就从去年 那个地方性的选举 结束以后到现在 一年来 蓝白阵营 反对党阵营都在操弄这个舆论 那尤其是柯文哲 因为他没有地方势力 国民党可以打陆战 也就是所谓的打竹竹战 柯文哲他是没办法打竹竹战 因为他的实力不够 那么他是打这种空战 也就是宣传战 所以他不断的创造话题 维持热度 这个时候 国民党为什么要柯文哲让3% 因为再怎么样你也没有实力 所以他运力让 事实上也代表说 他只是用媒体炒作 那在这边 我要非常会严肃的提出来 用民调来决定胜负 那根本是荒谬的事情 就是来决定 那谁是当总统 谁当副总统 根本是荒谬的事情 全世界 没有两个政党 是用政府方式的决定 和平在台湾 民意调查 大致是不信任的 民意调查 唯一在台湾 唯一信任的一个机构 就是政大选举研究中心 很多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人士 到台湾来都官选 有机会 就可能有机会去参观 政大选举研究中心 那是国际公认具有公信力 可是他们民调从来不公布 他们要等到选后才公布 然后现在他们找了那么多家民调 像这一次 联德报调查出来 就是偏向国民党 其他有些像什么竞争力 什么台湾竞争力研究中心 那根本是新党的 冲犯人是新党的 现在执行长也是新党的 那个什么 压榜为台湾竞争力研究中心 根本是常常访问中国的 一个跟红色 红色中国走得非常近的一个组织 台湾竞争力研究中心 看起来好像这么好 这么中立 我非常了解他们的本质 这种情况之下 那种民调本身 我相信国民党民众党 因为民众党他们自己也不大信任 那为什么要这样巧 我们台湾喜欢用巧这个字 事实上这个候选人本身 如果他们要合 还是巧出来的 就是妥协密室安排交易出来的 不是民调的结果 那么我对这次的民调 他们要用民调的决定 谁是总统 谁是副总统 我另外提出一个非常方妙批判 那就是 他假想对手是 赖萧沛 萧美情都还没有被正式宣布 为副总统候选人 他已经提出赖萧沛来对比 总统选举根本还没开始 因为登记还没结束 还没登记 也还登记还没结束 那你这时候用假想题 赖萧沛去配 很奇怪很荒谬 各位 女性撑起选票半边天 萧美群如果正式提名副总统 他所发挥的能量 假使佛科配或可侯配 他们这一部分就要小心 所以这样一个 要组合成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 我认为根本就是一种 按盘交易 根本就是一种媒体操弄 他们不管合或不合 我期待 我要求 或者赖萧沛总统候选人 也不断强调了 他们假设对方是一对一 也就是他们一定会整合出 一组来跟他竞争 所以他本来就要以设定 一定要过半数为方向 不管他会不会整合 要不要整合都不重要 也就是民进党 如果他要在台湾执政 而且来负责政党 就学习李登辉 李登辉1996年的时候 有四组候选人 他单独过半 所以民进党 他现在需要接受 很严格的这种挑战 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只有强力的竞争 有两代优点 第一个选举 不要说事前 就大家知道一定所谓当选 是好事情 因为这样选举 不要能够正常如期举行 如果选举前就知道 谁一定会当选 哪怕有人想要破坏选举 这第一个优点 竞争 强力的公平竞争 有这个优点 第二优点 强力的竞争代表强力的监督 能够避免不管哪一个党 当选的那个政党腐化 或者他为了要争取 2024当选的 要争取2028当选 要争取2032执政 他就会产生一种监督力道 是产生负责任的政府 这就是我跟高中教科学书的时候 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学历 就是如何实现责任政治 最好的方式 就是有机会政党轮替 但并非说这次非政党轮替不可 那种说现在民进党做得不好 马上要政党轮替 政党轮替才是民主深化 那是 那个 造论语言 是一种 对那个概念的嘲弄 政党轮替 在民主国家一定会发生 但没有说 非哪一次政党轮替不可 科文治不断强调 60%要政党轮替 那假使他们选输了民进党自一执政 那他们会不会打自己的脸巴 那都是一种语言的操弄 如果说民进党 赖清德现在获得不到40%的支持 那你可以反过来说 你国民党获得不到30%的支持 科文治你也获得不到30%的支持 所以这种语言的操弄 听听就好 我再强调一遍 政党轮替应该基于政绩 政党的政绩跟个人的特质 也就是人民要考量的是 这个政党执政的迹象如何 还有这个候选的品质如何 而不是非政党轮替不可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大家可以检验 民进党这执政8年来 有多大的这个迹象 包括自有之家台湾94分 亚洲第二名 经济渲染对他们的评比 全球第10名 亚洲第一名 然后股市最高18000多点 现在还17000多点 马上要超越香港的股市 所以有非常多的指标 我看到是民进党执政成绩非常好 包括经济学人的一个指标 政府功能运作方面 台湾连续两年 被评委跟NOEA变得第一名 大家要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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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来评比 而不是语言操弄说 下架民进党民进党 民进党贪腐无能 贪腐无能你要举出实力 而不是用贪腐无能 四个都带过去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等到正式选举开始 政策提出来 后选的品质 大家可以看得到 政党的绩效如何 人民就会重新评判 不要再告诉我说 现在的民调就要决定 说人民的选举 如果民调可以决定选举的结果 那现在就不用选举了 台湾人民连出口民调都不信任 有一次TVBS做出口民调 人民投票完出来 他也不会告诉你 他投给谁 这是台湾选民的特色 美国可以做出口民调 台湾没办法做 因为台湾人民 不管选情要投给谁 选了他投给谁 他都不会告诉你 所以不要相信民调 这次的民调的嘲论 国民党跟民众党 都在做这种舆论的嘲论 好 谢谢 好 谢谢李老师 我们现在请冯老师来分析一下 这个今天的新闻 有团兄其实吧 该说的话都说的差不多 就是两个重大的议题 就是目前的台湾选战 和这个拜祈会 领起来 这两个话题是领起来说 是因为它本来就关联在一块 我是 再把它收回来 因为我不进入那个细节 就讲我还是想到 现在传球世界 第二次冷战的这个大格局 那么台海是第二次冷战的重中之重 要是放在一个大格局去看 你就会很明白一些事情 就是不要被那些细节去把眼睛搞模糊了 因为我们看到拜祈会里头 就看到究竟是拜登让步了 还是习近平让步了 其实这里头你要看 如果放在那个大格局里头 应该讲是习近平做的让步比拜登大 因为原来是传了很久 就是这个说习近平不接电话 也不想跟美国保持那个热线 特别是近方的这个沟通 然后一直在传 他不会去三方式开会 就是外面的传了很多 那最后他去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放低身份了 放低这个身价了 就是放低身段 就是他接受美国这个要求 去拜码头 那拜登的让步主要是在这个商业方面 这次其实就是他特别召集了美国那商业系统 去跟习近平见面 这里可以展现出 当然是美国这些商家 这些商业系统的唯师徒 不管对方是谁 不管是谁都坏都专制 他都要做生意挣钱 当然也体现拜登政府目前 他为了明年的选战 他想把这个经济稳下来 就稳经济 然后把这个经济指标做得漂亮一点 有助于他的选票 有助于他的选举 因为他不能靠外交来取胜 所以这个是拜登所做的让步 在另外一方面的拜登没有做让步的 就是在他的价值外交 就是他在塞钢是做平衡 就是他我们知道在价值外交里面 我们拜登上台以后 在不断搞这个朋友圈 就是这个特别是搞这个美日印澳 释放释放机制 还搞这个美印澳 三角军事同盟 这些东西直接针对中共来的 而且现在在在也让日本和韩国化解 小刚兄也讲过的 化解矛盾 就是其实在强化军事和这个防卫上 对对中国的包围 这里头就涉及到这种包围 当然引起中国跳脚 中国当然是他非常不舒服 中共政权非常不舒服 但这个不舒服 他只要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争议的最大的这个焦点 还在台海 就是习近平他为了他巩固他的专制政权 他是对台湾志在必得 他就是把人列为他的目标 但是国际社会 特别是美国日本 是绝对不能接受这个台海和台湾 变成中国的一个中华人民各国的一个部分 就是让他突破这个第一 这个这个这个第一个岛链 然后把让他灭掉 禁病掉这个一个民主的台湾 这是国际社会 每日都不能接受 但是台湾能不能接受 那我们中国这个角度能讲 台湾当然不能接受 所以现在以前台湾选举 把也好 这个这个蓝也好 这个这个 绿也好 在我这个观念上看来都关系不大 最大的最担心的就是现在的蓝和白 为了去赢得选战 借助中共力量 来去做这个政治交易 来去做选战 这才是台湾人最应该警惕的 最应该警惕的 就是说你知道到时候 特别是国民党前段时间就讲他们是逃共卖台 就是这个这个在世界支持下 因为他没有中共没有办法用武力经病台湾 结果现在如果做工作 让这个国民党或者是现在的这个民众党后文哲从内应起来去把台湾卖掉 这就是最可悲的 这也是台湾 我讲台湾人在这个时候 这里必须非常新兮 为什么 为什么 很多民意 国际民意 或者国内中国大陆的这个这个 意见人士都希望 民进党继续掌权 希望 利盈赢 就是因为 利盈在目前这种地下 就是抗共保台的意志 最精确的 精确不会去去去跟中共做勾兑 去去去方便中共禁病台湾 不管是用武力方式或者是用和平方式 所以这个是这个时候是我们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传继很快就到来 我们我们是其实也用 我也用这个平台对台湾民众做一个啊 在一起的呼吁 必须在这一点上 必须 大是大非 必须作为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 如果国民党或者民众党 想接触中共力量 来去 夺取政权 你们绝对应该用选票 把他击败 好 谢谢 好 谢谢这个冯老师 我们现在请那个曾老师 您来这个分析 评说一下 我想 我想也先 先谈一下那个拜 拜习会 拜习会啊 习近平 非常清楚的表达了 没有2027或2035公台的计划 那当然在这个事情 在台湾也引起很大的议论 首先呢 他把选举啊 这次选举视为和平与战争的选择 然后大打这个 公共牌 那习近平的这个说法呢 其实是大大的 降低了这个 这个所谓战争与和平 这个选择啊 这个选择啊 这样一种 一种 啊 呃 性质 因为 呃 显然 如果习近平的话 呃 可信 或者是有几分可信的话 那战争与 呃 和平选择就不是那么绝对啊 啊 那 因为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啊 习近平这次 防护美国 呃 拜登也给他一点面子啊 啊 那么也是盛大的这个招 呃 招呼他 呃 呃 这个是中美 呃 关系啊 啊 那么近年来 呃 其实相当 呃坦诚的 一次的高峰对话啊 啊 那 这个 特别是呃 呃 拜登非常清楚的啊 针对呃 呃 台湾的选举 台湾的防卫问题啊 防卫问题啊 来要求啊 习近平啊 做出承诺 那呃 呃 那但又没有对 就像过去啊 这个台湾呢 一向都非常担心 啊 中美的高峰会啊 因为每次都会拿台湾 当成筹码 啊 每次台湾都会被出卖的感觉 但这一次呢 嗯 台湾社会的反应还 都还不错啊 都蛮正面啊 也就是说那个呃 前面所说的 美国的这个价值外交的 这个底线啊 并没有退守啊 那 同时在一些 呃 跟中国大陆啊 进行产业啊 脱钩的啊 啊 这样一种政策呢 也没有改变啊 啊 呃 反而是呃 呃 呃 证明呢 我之前从川普啊 到拜登啊 啊 这围堵中国的 这个战略呢 啊 它其实是基本上是奏效的啊 呃 这个中国大陆的 呃 经济的发展呢 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而且这个影响是一种结构性的破坏 因为在这几年大量的外商出逃 出逃之后短期内要回到中国 大陆不太可能 因为像这次 习近平在美国接见了许多的美商 他们都表达了对现在中国大陆的法治 环境 人身安全 财产的保护等等充满了疑虑 习近平也没有承诺说在这地方有什么样改善 习近平就是认为说 现在所有的这些中国大陆的 这种国家统治的状态 他认为这是一宪治国 依法治国 哪怕这个宪法当中以习近平思想作为一个基本原则 对习近平来讲 他还是他认为的这个法治 所以当中就会充满了许多和普世价值或普世的概念 相左的一些概念的偷汉 不概念来的滥用 我想各国人士都在这问题上面尝尽骨头 所以如果中国大陆在制度和改革方面没有一个能够说服 让各国人士放心 这个重大的一个转变 我相信这个资本外逃的情况还会发生 不是外资 是中国大陆中资 中国大陆人民呢 他们要到国外去 哪怕是透过投资的方式 这个中国大陆在制度和改革方面 这个中国的国际形象 影响到了这个品牌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是习近平遇到美国 他应该去深刻反省的问题 那所以现在就是说 这个显然从川普到拜登以来的 这个新冷战的这个战略 基本上是成功的 而且要持续下去 持续到这个习近平和中华人共和国 开始改变他的法治 改变他的这个政治制度 直到那个那一刻为止 要继续下去 那这个呢就需要什么 需要民主国家在这方面呢 要更多的这个对话 协调 共同的行动 那所以我要讲究说 在这个问题上面 要让台湾人民要很清楚 因为现在这个印太的战略架构 或者经济架构 或者是跨太平洋的经济伙伴 这个协定 还有就是东盟 加三 这个大的共同市场架构 都没有台湾 那所以呢 台湾要成为这个 围堵中国的这个民主自由之湖 和安倍晋三所讲 这个海上 海上的这民主国家同盟的一员 还是要成为 在这个地方呢成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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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出啊 这个 这个 新太平洋 的一个缺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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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选举就很重要 那 台湾人民 做出了选择 他会决定的 未来 这个区域当中 这个新冷战 最最终的 会决定这个新冷战 至少它的 这个近期的这个发展 那这个近期的发展 也会影响 也有可能影响到这个 现在在中长期 它的发展的结果 也就是说呢 现在透过国际力量 来迫使中国改变 然后呢 这个压制中国大陆 在这个地区的 霸权扩张的这个企图 透过这种比较强势的作为呢 来维持这个区域和平 维持这个区域的这个航路的畅通 维持呢 日韩 亚太 令太国家 他们的这个持续的 繁荣生这个生存的 繁荣发展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 大战略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压制中国 压制中共 那美国的这个 之前 它的整个国家的安全战略报告 已经长得很清楚 这个拜登也不是说 这个拜登也不是说随口说的 在现实的现实政治 现实经济上面 短期的利益 双方还有一些 可以这个共赢的地方 但是在终极的这个价值问题上面 都是没有妥协的 而且呢 只有中共低头 因为美国代表的是这个服务价值 当然美国也有它的霸权 台湾人在有时候 台湾人以美论也会讲说 那美国也是 他也是有帝国主义作为啊 他也是很强势啊 或怎样 他人权也有些状况 这都没有 我们都不否认 美国存在这个状况 问题在哪里 原来这个国家的立国精神 是什么 在这点上面 美国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一个是以宪政主义 一个是以习思想 这个差别很大嘛 所以台湾人民在投下这票的时候呢 要很清楚 事实上也在参与整个 国际秩序的地照 不是乱投 不要乱投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 怎么样让台湾人民做出正确的选择 符合区域利益的 国际利益的选择 我觉得 这也是我之前讲过的 这周边国家要帮台湾 让 这个 就是拜登所跟中共所谈到 戒选的问题 不要介入台湾选举 不要干涉台湾内政 影响台湾人民 投票的这个立项 而不是去影响政府的作为呢 我觉得这个直接干涉政府的作为 我觉得这个 这也不算 这不算干涉内政 因为 台湾人民 他有选择权的 所以呢 中美之间 他应当在 来竞争台湾的民意 像我们知道 美国 美国要透过各种的 对台湾的政策的利多 来吸引 台湾人民选择留在 这个自由阵营 或者是 更多的 来支持 对中国围堵的新冷战战略 所以美国要去 提供这些政策利多 给台湾 让台湾人民 觉得 在 那个 投给 这个 这个美国所支持的 支持美国的 这样一个政策 政策方向的 政党 这个有助于 维护 继续维护台湾的 主权 跟台湾的这个繁荣发展 那同样的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如果 他希望 台湾 能够产生 亲中的政权的话 他也要对台湾 释出利多 这个利多呢 不能用恐 恐吓的方式 他 他可以比如说 台湾人最关心的 台湾人在中国大陆的人身安全问题 现在还有好几百人 我大概知道大概 大概有八百到一千人左右的 台湾人关系在中国大陆 当中有 当然大多数 很多是诈骗 刑事犯 但是当中有很多政治 可以说是广义的政治犯 那这个东西呢 如果 中共要对台湾民意产生影响的话 戒选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台湾人觉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友善的国家 那这个呢 这种戒选的形式呢 那我想我们就会很欢迎 那 所以那个 那我就谈一下 这次办席会 我个人的一些 一些看法 那也反映了一些 台湾 民众 对这问题的看法 那我最后是期待呢 所谓的 进入台湾选举的形式呢 这个只要是 提供更多的 这种政策的选择 让台湾人民做 有 有机会 有权力 做成最后的决定 我想这种 大国的 这种 政策的这种 操作 我觉得 还是 我觉得无可厚非 他不要去 绑架 台湾的政府 决策者 那么 他诉求是台湾民意的最后的选择 那我觉得这是 我们还是欢迎 中美 或其他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面 来竞争 那么 看台湾人民 要做什么样的判断 谢谢 好 谢谢这个曾老师 好 下面请那个苏老师 苏大姐您来 评说一下 好 对 这一个礼拜的这些发生的这些事情 其实我的感触最深的就是说 这个在这个网络的时代 这个媒体在操弄这个议题 真的是 非常严重 大家不知不觉都受到影响 所以怎么样来 就是说 注意到 就是说 媒体跟舆论的这些关系 不要被带方向 我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大家有没有这种觉醒 我们先从 你就说这个 台湾的这个 蓝白河这件事情 来讲 哇 真的是 闹得沸沸扬扬的 一下子这个 马上走出来了 还有蓝白河 然后 所有的网络上 所有的 新闻 全部都被他吸去了 你不用讲 别人 我自己 我的朋友里面 也差不多 已经被这个东西吸进去了 其他事情好像都不重要 都不关心了 我自己也像在看连续剧一样 我也跟着看 怎么搞的 因为就看到那个 柯文哲他们家 全家哭的 哭了一盘 说什么 被骗了 然后 柯文哲的妈妈也哭 柯文哲的太太也哭 柯文哲的妹妹也哭 在演戏 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然后我们也看到 那这样子 是不是对台湾的大选 真的有什么样的影响 多多少少吧 因为你全部的人都吸进去了 果然 民调上面 柯文哲你觉得 太可笑了 他演这一出戏 那在那边 蓝白盒不成 不管盒 不成 其实在 一个钟头之前 在我们做这个节目 一个钟头之前 柯文哲已经又在宣布 说 他要用民众党选到底 他不要盒了 他就说不要盒了 然后没有看到消息 这个 国民党 又 表示说 哎呀 蓝白盒只剩下最后一步了 等等这些新闻 涵盖了所有台湾的媒体 而且西京师 几乎抓住每一个人的 点官 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但是实际上 你说他 那个 确实 因为他们这样操弄 这个议题的 结果呢 大家没有时间去注意到 这个赖清德 他的政策 他的 整个 蓝图 他的计划 真的 没有人去注意 所以事实上 有的民调已经显示出来 柯文哲越这样子闹 虽然是闹剧一场 他的民调 往上升 他在往上升 因为西京 大家搞不清楚的时候 虽然你 嬉笑他 虽然你觉得说太可笑了 但是 他民调往上升 赖清德的民调 居然往下掉 为什么 他不吸睛 大家自己天天都要把他忘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并不好的一个现象 像那个 我看到那个网络 那个 德国的 台湾驻德国的代表 那个 谢志伟 他就有讲 他说 这个事情有这么严重吗 有这么重要到 全台湾人 占据了全台湾人的目光 然后 其他事情好像都可以停摆了 都可以停队下来了 然后选举 还以为 他们还合不合 就代表当选了 一样 其实差的远了 那 只不过是 这些非绿阵营 他们的合或不合 当然 合或不合 那个 真的非绿阵营 全部团结起来 是不是 真的能够 跟赖庆德这边抗衡 这个很难讲 不敢讲 那这个当然也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 有没有去发现 去分析到 即使这幕后的 就是有一个黑手 其实 就是中共的黑手 因为有几件事情来看 在其实在还没有 这个蓝白河这件事情 推出来之前 马英九还没有 讲 要蓝白河 要磋商之前 其实 之前 最早他们出来的时候 包括国民党 你说侯友谊 那包括克文哲 自己民众 还有 赖庆德不用说 赖庆德一开始就 不战成九二共识的 就是跟中国 这个 要注意这个 这个中国的这个因素的 但是呢 那时候 搭出来的时候 他们也一样 柯友谊跟那个什么 柯文哲 也不支持九二共识 都认为 那个台湾 绝对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可能 统的啦 不可能 那用九二共识 这样去统一的 什么和平统一 这种 没有这回事 台湾的 人民的意见 比较重要 但是你看看 从马英九上 跳出来 要慢慢的 起初应该说 郭台铭先 这个 石板铭夫 他就在 在那个分析的很清楚 他说先是郭台铭 他跳出来 他就讲说 要什么金门协议 就说 台湾要跟 中国去谈判 和谈 跟中共谈判 出来 慢慢 后来那个金辅聪 进到 马英九的 这个幕僚 这个金辅聪 去当这个 侯友宜的幕僚以后 也也开始讲说 承认九二共识 如果侯友宜当选了以后 要 重启服貌谈判 这些慢慢 虽然 九二共识开始 都进入了 然后那一天 终于马英九 跳出来说 南达要 这个 要合作 等等的 这些 然后 媒体就马上拍到 其实 马英九的马 他的办公室主任 就在中国 跟王毅在谈判 跟谈话 还有一些 国民党的 重要的 高层 的 一些 人员 也在 中国大陆 在做一些谈判 所以 他们就讲说 那一天 本来 马英九 磋商 说 大家坐下来 谈判 他们四个 刚刚 竹琛 秀出来的照片 本来要进去 谈判的时候 柯文哲 还认为 他的胜算 是很大的 他是代表总统的 但是 他们就 现在 媒体都在问 你进去了以后 这个马英九 是给你看了 什么东西 他们就讲说 本来谈谈谈 后来 朱立伦就说 好 这个幕僚都退出 只有他们四个 幕僚就退出了 所以 幕僚退出之后 整个 柯文哲的 态度完全都 变了 他变成他就 委屈 他觉得说 好 OK 那个 他愿意当 类似 就是说 他愿意当副的 就完全接受了 国民党 朱立伦 提出来的 什么民调的方式 怎么样怎么样的 他好像 而且出来以后 他一副就是 哎呀 我们当 副的也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就可以合了 怎么样怎么样 就开始有这个论教出来了 所以大家都在讨论 到底是 朱立伦满一首 给他看了什么东西 这可能是 习近平 他有什么样的 新的 指示 所以真的是 不要忽略掉 整个 蓝白河这一出戏 背后那一只黑手 到底是谁在指导 这个 那现在大家都在那边 因为在嘲笑 这个 柯文哲 真是 爱哭家族 一哭二闹三脏调 这样在演这一出 那国民党呢 什么 叫人家用统计学的 什么 要让几趴 什么什么的 等等 把大家的眼光 吸去了 关注这个 却忘记了 这个 中共的黑手 他 恩戴 这个也是 这个统战 的方式之一 他也在做 这个认知战 中共在做认知战 没有停 这也就是 我们讲到 这个拜席会 为什么拜登 这么 重要的事情 他说 他警告这个 习近平 你不要戒选 台湾的选举 你不要介入 你不要干预 这件事情很大 连 美国他都知道 他都看到了 中共的黑手 他就是在操弄 不断的操弄 操弄 用各种方式 他也知道 现在 习近平他要的是什么 他觉得 他其实是 觉得侯友宜是不太行的 但是 他又 属于是国民党 他看 柯文哲 好像 民调比较高 所以他 要的就是 他们这些人 能够统一起来 能够 合起来 所以满意 就 才 这么快的 他们都在做给 谁看 每一个这么努力 在演 在演给谁看 这个台湾老百姓要 睁大眼睛 要注意的事情 美国都注意到了 中共在戒选 台湾人民 不能够不注意到 然后我们又看到 那个拜席会 拜席会 台湾很关注的就是 习近平 他讲了 说这个 2027年到 这个2035年 不会 不会打台湾 不是 他没有讲说不会打 他说没有人跟他讨论这件事 然后就说没有这会是没有这件事 那这样子台湾很多人解读 当然是说有有各方面的解读 在民进党这一方面呢 他就拿出来讲说你干嘛 那个国民党每一次都讲 明年要选举了 什么这个 选民进党的青年就散让 他说好现在这个议题这个前提没有了 习近平不打了 那个所以你们不要拿这个来恐吓选民了 然后 这个好像和平的议题 这个战争与和平议题好像一下子没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 不能够忽略 习近平的话能听吗 能听吗 他是一个守信用的人吗 不是嘛 所以他即使 何况他又没有 真的承诺说 2027年 然后2035年 绝对都不动 他没有做这种承诺 然后何况他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 台湾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虽然 这个民进党讲说 国民党讲的那个话 现在你不要拿这个青年要上战场 来恐吓 台湾的这个民众 但是我觉得 还是要呼吁的就是说 你即使 没有战争 马上要战争的这种 的会发生 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你如果 真的腾平久了 你大家都没有那个意识 就觉得说 也不用上战场 老百姓的 这个意思也都没有 不了解什么叫做上战场 现在的战场 尤其台海战争要上战场 你是要真的去拿枪炮 面对面要打吗 不是啊 是你要会操作无人机 你要会操纵电脑 你要会操纵网络 你这种东西上这种战场 有什么好怕的 问题是如果台湾在 利用这个 拜席会 习近平的这种假承诺 未承诺 来自我好像 陶醉一下 松懈了这个警惕 那才是更糟糕的 我们再过来看说 这个媒体操弄的情况 你就讲现在的 以哈 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 也是一样 BBC再度犯了一个错误 影响大不大 也很大 它造成说很多 反游的势力 还有这个 反 那个 还 没有说一下子就消下去 又为什么 才没有几天前 当然 在西法医院 在哈萨的这个西法医院 这很大的业业 底下都是哈马斯的 这个 总部 听说就在那里 那后来他们这个 以色列军队 去查验了以后 他们就发现 他的不只有 枪炮 这个枪械在那边 而且也看到 有人质的痕迹 只是太慢了 可能又被他们跑走了 那但是 刚开始 这个以色列要去 因为 大家人造主义的 压力之下 以色列也确实 不敢用炮轰的 直接轰那个医院 已经锁定了 好 那个哈马斯 就是在这个 这个医院的地下道 但他也不敢用轰炸的 他就带了一些 比如说这个 也有军人 然后 但是也有一些 补给的 然后也有一些 医疗人员就进去 要准备 就是说 人道救援 他们一方面 要继续去 这个 抓 哈马斯的成员 那一方面 他们要 给这个 医院做一些补给 人道补给 但是因为 中间有很多 而且也带了一些 什么 一些 翻译人员 或是什么 这个 辅导的人员 这些人 是阿拉伯人 所以BBC一看到 他就做了一个报道 说以色列 带着武装部队 攻进 洗法医院 然后 要对这些 这个阿拉伯人 这个不留 不留人了 这样子 要枪杀了 等等 这个新闻一出来 那真的是 真的又震惊了 只是现在 就像上一次 这个 靖兴会医院 被轰炸的时候 媒体全部都信 哈马斯的 全部都信这一套 就说 这个以色列 这个 毫无人道 随便 枪杀 无辜的平民 这一次 大家 大多数的媒体 是比较 小心了 不敢说 一下子就这么 说是以色列 但是BBC 还是这样子做 一直到 以色列后来没办法 把很多的 资料 还有证据 都掺出来 掺出来了 才能做证明说 果然 而且 确实 你在这样 惊动之下 人质 就真的被他跑了 就被他跑了 我们知道说 在战争中 你很多的 讯息 你是不能够 不能够 那个 透露太多 所以为什么说 拜登 被问到 都被人 想说 好 我已经讲了太多了 因为他是透露 再多 你看到现在 人质 还是没有救出来 他们还是会换地方 还是 他们就是根据 哈马斯会根据这些 外面媒体的这个消息 然后他会 做他的战术 他会跑掉 所以我们在看说 这个 媒体战 非常 如果 不是 这个 像BBC 他做这种很不正确的报道 搞的 以色列没办法 他必须要 出来不断的做澄清 不断的做澄清 他没有一个信任原则 他就是 他一看到枪 他就开炮了 开炮了 打击这个以色列的事情 以色列没办法 我就只好 展现出来说 我的证据在这里 那好处是说 有沟通 让外界更加了解 不会误会 但是坏处就是 你已经泄露了 你已经暴露了 你的 行动 还有你在什么地方 你的 这个 已经攻到什么地方了 这个军情泄露的时候 其实是不利于 整个军事作战的 所以我们 这一个礼拜 让我感觉到说 这个媒体 真的非常非常的 重要 水能 载舟也能驻舟 然后 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 网络媒体的时代 能够保持清醒的自己 能够做最好的判断 而且也要呼吁到很多的人 不要跟着 这个莫须有的议题 或是不重要的议题 全部都投进去了 忘掉了很多 应该要去投入 推动的事情了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 好 谢谢苏大姐 各位嘉宾 刚才都讲的 这个习近平 讲这个2027 和2034 335 所以我非常赞同大家的说法 就是 共产党的 说法 你从来不能够 这个相信 不能够做主的 特别是 举个例子 就是香港的 所谓50年不变 现在他已经变 他都看到了 居然有中共的这些什么人 这个 辩护人 就是在这个 就官方的人说 这个50年不变 不是个数学问题 应该是个哲学问题 那将来 可能习近平又说 这个2027 也是个哲学问题 那可以是2026 或者是 这个2033 好了 现在我们时间 其实也已经过了 我们现在就 在给这些时间 每个嘉宾的 几分钟时间 再做一个 总结 或者补充 我们先请 那个李老师 您来做个补充 好 习近平到美国去 不断的强调 美国 跟中国 是两个可以在世界上 共存的大国 他强调的是合作共赢 那拜登强 强调的是说 大国竞争 避免冲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 他用的语言 多么美好 就他们想要跟美国 合作共赢 其实是他内部出现了 非常多状况 美国 美国战略 大 大 调整 给中共的压力 而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 美国 应该要 很清楚的认识 跟中共做的合作 要非常小心 竞争 竞争是必要的 可是 无法完全避免冲突 你只能控管冲突 避免战 所以我希望美国 这个 非常清楚的 知道 他 跟中共的这个 较量过程中 最高目标是 避免 战争 但是 只能控管冲突 而无法完全避免冲突 如果你为了要避免冲突 你就可能落入 中共的陷阱里面 而竞争 才是 长期让 自由民主阵营 或者 资本主义 跟 中共的 所谓的 国家 社会主义 或 这个 党国 权贵 资本主义 的竞争 较量上 我们要非常有信心 中共 政权 必滑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 在台湾的 这个媒体操作过程中 让我感受到 非常 荒谬的就是 请问 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 卸论总统 的办公室主任 扮演那么重要角色 非常荒谬 的讨厌现象 突然出现一个什么 消息层 然后呢 俨然 这种角色不输给 总统候选人的角色 不输给 党主席的角色 这莫名其妙 你一个 现任的总统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还不止 扮演 主要角色 还让你的办公室主任 媒体把它炒作成 这样 什么 成什么 体统 所以 台湾的媒体 集体失职 不要只怪 蓝 蓝色的媒体 绿色的媒体 绿色的这个 网红 大V 你们有没有看到 为什么有这种现象 为什么不去批判 另外 应该去批判 民意调查本身 而不是随着模茫 起舞 说 蓝白如何合 民意调查 蓝色的报 所能调查的 是信任他的 民众才愿意给意见 所以 他一定非常大的 bias 他们这次调查 为什么不采用 中 那个 自由时报 或者三立的这种 民调 他们 或者说他根本拿不到 政大宣解研究中心的民调 何况 民调是容易操弄的 所以 台湾的选举罢免法规定 选举前10天 所有民意调查 都不能再公布 因为他怕 那个操弄 为什么写办法这样规定 就是 为了避免 多少的 政客 政治力量 包括拿到 国民党当产的人 或者拿到 中共 那个 给他支持的力量 用 媒体 用 民意调查 来操弄 这一部分 我们 站在一个学者 我一定要提出批判 我们现在 不要只怪 蓝军的媒体 绿军的媒体 绿军的 学者 绿军的 网红大不一 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 这些操弄 我只举这两个例子 来让大家参考 好 谢谢 好 谢谢那个李老师 先请冯老师 来做个补充总结 OK 我 我再想 讲一讲 调一点 就是这个 拜登 一而再 再而三的 把习近平 升为独裁者 这绝对不是口误 因为 逻辑上 要自下 因为他 你为什么要 要 组那个 组团 要 要 要 去围堵 中共 文言呢 会制成一阵权 为什么要围堵他 那当然 他这个专制政权嘛 是一个独裁 独裁 专制的政权 这个是 一个要符合逻辑的 如果你不是一个 说这个政权 你做 大家做成一阵权就好了 这个他 他是 心里是很清楚的 比如说他这个 这个 人老了 但是他没有老婆图 他是绝对 绝对 非常新奇的 这个是他整个 这个大的 方向 大的 对对话 政策 是尽力在 这个 判断的 基础上 他是一个专制 独裁的政权 他是一个独裁 统治者 必须去去 在在在军事上 在在 合计 在其他方面 必须去去去 跟他 跟他较量 跟他对抗 所以这个 也会看到 这个 可能 这个中国的 异境人士 也 时不时 给拜 拜登提醒了 是不是 去去 看一 他们去 去这个 上方式 抗议 提醒 做成议 你会进行进行 你要认识他 他这个独裁 是一个专制政权 是一个恶魔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个 现在请 那个郑老师 做个总结 补充 这个 蓝白河 蓝白河的问题 现在 可能要即将 进入到尾身了 因为 选举登记的 这个实现了 这个 这个正在逼近 那我们看到 事实上 这个民众党 已经宣布 要直接 挑战总统大选 我也相信 这事实上 应该不太可能和 因为两边的群众的基础 他的社会的政治基础 社会的政治基础 是不一样的 哪怕是和 也 那么 也必然会流失 原来的支持者 所以 也有可能得不偿失 那么 所以呢 我是期待 那么现在就是说 蓝白河的问题 告一段落之后 这个各政党 他们的政见 政纲 应当有比较多的机会 这个 成为这个 回复到 让 选战的 回复到 这个 政策 中大政策 或公共议题的辩论上 现在最大的问题 台湾人民最关心的 就是两岸关系 所以 在这问题上面 这个国民党 民众 那么对待 九二共识 对待 两岸关系 对待中国的人权 的问题 对待台湾人 在 中国大陆的 人身安全 等这些问题 他们要拿出什么样的 主张出来 那另外呢 这个 两岸怎么样恢复 怎么样促成 两岸的恢复交流 我觉得这点 这个问题 也非常重要 这个 这个资本家 会追逐的 会追逐着市场的利益 资本家无足够 我想这个现金 可以看到 海商出走 的这种状况 那 接下来呢 会 我们会面临到 中资 出走的问题 那 怎么去分析 辨别 哪些中资 这个他进入到台湾 对台湾的这个 影响 和风险的问题 是什么 那 再来呢 难民的问题 我觉得也必须要去 要有所处理 这个在过去 八年是出头掉了 这个 好像诸如此类 另外呢 对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这个 路上来台的问题 路上来台问题 或者说是两岸的学生 轻敏交流问题 这问题其实也蛮重要 因为 中共之前 宣布 不让路上来台 那很大的原因呢 国台办的发言人 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台湾的校园 充满台度思想 那这意味着什么 两岸交流当中 的确 大陆的学生 在观念上面 它会受到台湾的影响 不仅仅是台独 而是台湾的这个 宪政 自由 民主 这种 这个 政治体制 跟文化 所以 台湾的 未来领导者 应当去思考 怎么样去 让 台湾的下一代 跟中国大陆的下一代 在这些价值问题上面 要有共识 就是台湾的软实力 这个 甚至应当发展成锐实力 因为 台湾的这样一种发展 这种政治制度 它比较合乎人性 那 习近平不可能 永远当皇帝 他总有下台的一天 那 中共 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 我想也不能够忍受 再有另外一个习近平 再有另外一个皇帝 现在中国大陆年轻时代 他们也是接受到非常许多 外国 外来的资讯 知道 他们现在的这个处境 和其他国家 和台湾的青年不同 是因为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所以在这问题上面 台湾的 未来的这个总统 领导者 政治领袖 他要拿出一个对策 怎么去 和平演变中国 那 这个 我们在 现在目前为止 看不到 看不到这方面的 这个政见 这方面讨论 好像 我们都在防止中国的戒选 可是 怎么样 台湾的选举 怎么样去影响 对未来的这个 台湾的大陆政策 有什么样的一种影响 可以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方面讨论真的是不多 我个人是期待 两岸的民间交流 应该要恢复 看看有什么方式 现在中共 不可能一直 就是以这个 台湾不接受 紧求共识 就中断两岸的交流 不太可能 因为他现在还是需要 台湾去书写 去挽救他的亲戚 以及他的 这个 这个国际对他的信心 所以在真正面上面 台湾 我希望这个 外来的这个 选战的主走 能够拉回到 台湾人人民最关心的 这个两岸一体上面 谢谢 谢谢 很容易民心就瓦解了 所以我要強調就是說 兩岸的和平不能夠依靠 像習近平什麼承諾2027年 何況他沒有承諾 何況他是一個承諾了他又不守諾言的人 但不管怎麼樣 台灣兩岸的和平絕對不能夠依靠 這樣子的人然後做的一些假承諾 而是要靠自己的實力 讓台灣我到現在還是沒有看到 有效的去破解藍營 在那邊講說什麼選民進黨就青年上戰場 沒有有效的去給一個正確的戰爭知識 正確的國際縣市的認知 正確的大陸問題的認知都沒有 大陸發生什麼事情 中國跟著內部發生什麼事情 他現在情況怎麼樣 經濟狀況怎麼樣 他裡面的人權狀況怎麼樣 台灣老實說並不清楚 我覺得這一點是台灣需要壓力再加強的 這是我的補充 好謝謝各位嘉賓的精采的分析 也謝謝各位尊重的觀看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此結束 那麼在下個星期同一個時間我們繼續 那麼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麼大家下周見 謝謝再見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